大家好,我是尊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蔬菜料理 这是一道宴客功夫菜 菜名叫做佛手白菜 肉馅料如何制作才会香浓鲜甜 现在告诉你 影片分组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把姜磨成泥 因为我们这次姜泥用的很少才10克而已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小工具磨泥板来完成 如果量大就可以利用那个搅拌器来制作 比较省时又省力 好,这样就完成了姜泥 红萝卜切末先切片 再切丝 切丝后再切末 切丝后再切两个银 切丝后再切一半 把银尖切末 切丝后切丝后再切一半 切片后再切丝 再切末 青葱切葱花 虾米切末 因为虾米要做馅料 所以要剁细一点 首先加入盐1 2分之1小匙下来 拌匀后开始搅拌 顺利方向一直拌 搅拌一些时间 一直搅拌一直搅拌 搅拌至旁边都起肉绒 肉也起胶了 这样才有利于吸收水份和配料 好起胶了之后开始调味 白胡椒粉1 2分之1小匙下来 糖1 4分之1小匙 米酒1大匙 再继继继续搅拌 顺利方向一直搅拌 搅拌至旁边的旁边 好 完全吸收了以后 开始下配料 将你时刻下来 虾米 葱花 碧茄 红萝卜 全部下来 好 再拌匀 好 搅拌好以后 泰白粉1大匙下来 再拌匀 好 拌匀后 香油1小匙下来 再拌匀 好 这样就完成了肉馅的制作 烧锅水开火 水烧开了以后 盐1小匙下来 大白菜下来 大白菜的叶饼 叶饼优鲜 先烫一下 因为叶饼比较厚 好 叶饼汆烫一下 后再放下去 好 叶饼汆烫约2分钟 好 叶饼汆烫约2分钟 这样子弯 表示软了 汆烫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捞出来 泡入冷水中 因为白菜有的比较大片 所以白菜我们稍微要修一下 让它形状大小稍微一致 所以这边先修掉 然后这个这里再修一点 这不要丢掉 这可以煮汤啊 煮泡面什么的啊 都很好吃 白菜饼这边划四刀 不要正中间哦 正中央的旁边 这里 对 白菜大小修整完了以后 就开始来卷了哦 我们先利用太白粉 先撒一些太白粉 当年酌劑 然后肉馅下来 宽度差不多 就一直宽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从椰子这边开始卷 卷到这边 这里左右边 左右两边再卷进来 然后这样子再卷 好有没有 这个缝就有看到肉馅了 就不用蒸一半拿出来切 然后再拿回去蒸 太慢了哦 这个是 脱吃布的技巧哦 好 这样就一卷就完成了 好 这样就完成白菜卷的动作 现在就可以准备下蒸了 现在就可以准备下蒸了 变一个蒸锅开火 水烧开了以后 先开盖子 白菜卷下来 白菜卷下来 盖上锅盖 大火蒸8分钟 不要用电锅下去炊 电锅出水去的时候开始炊 炊15分 这样就可以了哦 时间到了熄火 先开盖子 背一个小锅 鸡骨高汤150cc下来 盐1 2分之1小匙下来 糖1 2分之1小匙 开火 转中火 煮至沸腾 高汤沸腾后 泰白粉水1小匙下来 泰白粉水慢慢加哦 不要一次全部倒哦 只要浓稠度够就好了哦 好 锅完块以后 洗火 香油1小匙下来 再淋上芡汁 かん 喝 泰白粉水 dungeon 熄火 酱油1小匙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鲜甜滑口的佛手白菜 美味绝窍重点说明 搅肉加盐搅拌至起焦 再拌入馅料才会香浓鲜甜 白菜撒少许太白粉卷肉馅 可防止松散 利用大火高温下蒸 才能锁住肉汁鲜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